新麗珍任權 警誠新麗珍任權 守身邊懲罰 剝奏犯法 指引當聖旨 老公剝光鑽 我覺得越改越衰 本身拖頭沒什麼嚴格規定 警方可以冷卻 現在寫了嚴格規定 令警方更加冷卻 這個是跟投訴警察條例現在的情況一樣 以前我們希望可以有警交會獨立 令到投訴警察容易一些 但現在政府拿到禮上來 就令到更加難 我們這朋友一直在想 怎樣可以令到多些人覺得 這種濫用的警察 不是只會出現在示威者身上 好像近來的事就看到 隨時一個普通的人 他都可能有機會遇到這些 我們都在想 怎樣可以令到多些人明白 這個不是某一部分人 做某些行為才會遇到的效果 還有就是譬如我們有些小朋友 15歲以下的在街上走來走去 然後被警察查回警署的時候 其實那個也都已經是一個機流的形式 因為是警察不會被囚犯 直至那個監獄人或者社會處 會來接管那個小朋友的時候 在這段時間 警察也是根據新指引 他是需要去對這個小朋友 去做一個搜查的方法 變成我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他不牽涉任何的舉行 牽涉任何的事情 竟然入到警察 入到警署 竟然是需要被搜身的 被剝乾豬的有些方法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覺得 因為原本是想保護你的小朋友 但入到警署就變成要侵犯你的小朋友 第二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就會覺得是 在街上 譬如他忘記帶身份證 有個市民 然後又是被帶回警署 因為沒有帶身份證 在現在新的指引裡面 因為所有被扣留的人都要去搜身 所以亦都會去搜這位沒有帶身份證的市民 而如果這個市民可能 只不過問多兩句 一些關於法律上的問題 或者警方的做法 然後警方可能就會 因為你好像不太合作 然後可能搜身的程度就會更加大 而且在新的指引裡面 警方是表明了 那個被扣留的人是沒有權拒絕被搜身的 這個為什麼是大問題的就是他沒有權拒絕 他連不同意 不拒絕 不搜身 都不行 如果你真的拒絕的時候 警方就會控告他們 阻差辦公 而最高的刑期是監禁兩年 但是在我們以往的經驗 警察很多時候就是用手伸的程序 去玩市民去侮辱被拘留的人 譬如剝完之後 要去剝乾豚 脫衣服之後 要去俠仔跳 要去伸高屁股 或者要去吃氣 其實是一路自離 例如我們這麼多年 我們的例子 居國權的例子 利東加的例子 或者回收場公益的例子 其實我們都見到 警察是一路用這些手伸的程序 去掛自民 如果他沒有精神失常 或者沒有自殺舉動 他才可以保留他的內衣服 我們就會問 男性的被拘留者 為何一定要是女性 而女性 可能我們說 胸圍裡面有鐵線 可能就會傷害到自己 但是內褲 我們真的想像不到 怎樣可以用內褲去傷害他人 而男性的被拘留者 其實都有內褲 為什麼他又不是男性呢 這個很明顯是針對女性的 被拘留者的一個做法 而警方在整個搜查裡面 其實他沒有確保到一件事 就是他剝完你之後 或者他剝完你所有衣服之後 或者他要提出你的衣物 去做證物的時候 他是沒有說到他需要 去給你一些衣服 去保持體溫 去保暖 或者不至於赤身露體 但是警方現在的做法 是不會去做這件事 其實在以往我們都聽到 有一些例子就是 可能有一些遮授一流一 被人拉回警局之後 去懲罰他們的方式 警察懲罰他們的方式 就是脫掉衣服 然後就丟去機樓室 要他這樣過一晚 我覺得這些是一些 完全違反基本人權的做法 譬如在一生的主人裡面 他依然保留你每次進出機樓室的時候 都一定要再做一次搜身的 去確保他沒有帶違禁品 沒有帶攻擊性武器 沒有證據在身上 但是我們又會問 既然你已經搜了一次 那麼在警局裡面 一個這麼高度設防 這麼高管制的地方裡面 他才有可能再拿一些攻擊性武器 或者就算有證據都已經被他拿了 變成很多手伸 我們會覺得已經是不必要 但是警察依然堅持他們 是要做一個重複的手伸 這個我們覺得是很過分的 而另外再在他新的指引裡面 他亦都表明了他會考慮被機樓的人 在被捕後和在警方處理案件的時候 那個行為 那變成就是說 其實這裡是留了一個很大的空間給警察 如果那位被拘捕的人 不合作的時候 他就可以因為這個案的效率 去進一步的手伸 進行高程度可能剝光主義的手伸 這個我們會覺得 手伸其實是一個懲罰式的工具